在南宁纳龙煤矿的一个井口附近 突然出现的民警把赌博人员吓得是如鸟受散 最终民警抓获了卢某等六名涉赌人员 并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讯 在查处这个赌博窝点的时候 民警搅和了一台特殊的手机 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一部普通的手机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的真实用途是一台初老千用的电子换排器 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按照我们的赌三公来说 这个是零点对吧 这个是零点 如果说是我想赢这部排 这排面比较大 我想赢这部排 我可能会偷一个 这个是慢动作 头一个牌机 头牌机 然后就变成九点 原来这部手机内部暗藏有好几张牌 当庄家需要换排时 就在手机表面不停的洗牌 然后快速的把一张不要的牌 放到手机内部 而手机吐出另一张牌来替换 除了这手机式的出钱换排器之外 民警在以往的查处中 还缴获了几台不同出钱的换排器 瞧 这扎人民币乍一看 还以为是一叠好几千块钱的真钞票 但一掀开上面几张 你就会发现 这扎钞票内部是一个小小的换排器 这里换的 你看 换一张一切 它出一张出来 再看看 这件深色的衬衫 里面也是暗藏了一个电子换排器 而且换排的出入口很隐秘 它的入口是在这个地方隐蔽的 在这里放一个进去它会出来另外一张 被抓获的卢某交代 快速的换排手法往往用来诈骗 眼神不太好的老年人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 他们每晚赢到五百块钱就会收手 正可谓是十读九书 民警希望通过这出签的演示 能让大家伙认识到赌博的危害 从而远离赌博 人家大部分赌博的场地 很多人都有出签 十读九书 为什么书 就是因为它十读有酒片在里面